葛亮,听说你和凤鼠又斗上了 主公,你来得正好 快教教我怎么斗那只鼠 诶,其实我这个人不好斗 只好摔斗 就你这个损帅,还要我帮忙 主公,有所不知 我和那只鼠都看上了黄月鹰 恋爱这一块儿,我没有你的经验丰满呢 你俩都看上了黄月鹰 这是装谁的二狗进食之计 没事,我的意思是你这算是问对人了 我吃炸琴场这么多年 就是因为我有特长啊 胳膊长还是耳朵长 你再这样,我帮凤鼠去了 sorry,你继续 我的特长就是擅长说情话 能口吐芬芳 愿闻其详 这样吧,现在就由我来扮演黄月鹰 我让你坚持一下什么叫做语言的艺术 请开始你的表演 葛亮恰恰 你能不能专业一点 sorry,你继续 葛亮恰恰,我愿意燃烧自己 给你带来温暖 我就是你的 烧火 我问你呢吗,你就在这抢答 sorry,你继续 葛亮恰恰,我对你就像是风吹起舞 风未动,起夜未动 你才是什么在动 明白了,我不动,你自己动 我他妈就多余问你 你继续 看来只能出绝招了 你知道吊桥效应吗 知道,就是两个人在吊桥上相遇 会把心跳加速 误以为对对方产生了心动 对了,这不是520快到了吗 你就把女孩子约到一刻 会让彼此心跳加速的地方 这不就是半功倍了吗 有道理 那什么地方能让人心跳加速呢 太平间 月鹰妹子,520快到了 咱是去逛公园还是去看电影啊 什么票我都准备好了 我生病了,不能出门 太可惜了,我还想请你去逛游乐园呢 是吗,那赶紧去吧 正好去游乐园看一下公主病 这不扯犊子吗 你们俩不带这样的啊 不是说好了公平竞争吗 谁怕谁要 月鹰妹子出个题目 让我和她比上一比 谁赢了你就跟谁走 那好吧,白素贞碰上了许仙 打一个三国的武将名字 嘿嘿,我知道 答案是张飞 不算不算 我还没准备好呢 我就让你一次 随便比什么我都不怕 那就比谁的名字长吧 哎呀,不好意思 险胜,险胜啊 葛亮哥哥好棒啊 你俩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欺负人了 愿输服赌啊,楚 葛亮哥哥 人家有点累了 要不咱别去游乐场了 找个酒店休息一下吧 哦 不可 根据吊桥效应 你必须跟我去坐过山车 楚,你那有游乐园门票吗 给我来两张 一百块一张 两张一千块 靠,你数学谁叫的 你不是还欠我八百块吗 好小子 跟我玩称人之威是吧 行,一千块拿好 得嘞,找您两百 有喝 咱还打了个八折 我没有游乐园门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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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